那陽明怎麼看呢 就是高端這件事情 又還沒有全劇中 對不對 他還在持續 還在上映中 那我不知道接下來會怎麼演 那另外也就是在今年來講 我們要擔心疫苗夠不夠嗎 對 其實就很符合去年 就是牛年的風格 就政府是購買疫苗 是牛布 跟牛一樣 而且不是普通的牛 今年虎虎生風 但不是普通的牛 是蝸牛 所以一步一步慢慢地往上爬 好不容易這個郭董 幫你大力地 幫你把這些小蝸牛 往前推了一大步 那當然 其實大家看 至少臺灣已經有上千萬人 是注射這個BNT的疫苗 是打這個所謂的民間購買的疫苗 但是我們的執政黨 還很有這個GAS說 自購疫苗 已經超越了國際捐贈疫苗 他這個自購疫苗是包括郭董 這一千五百萬劑 所以有時候你不得不得不佩服執政黨 就是說民間的善心的愛心 變成了執政黨的野心 這些民眾還得要感謝執政黨 所以我覺得牛年 我們既然已經有了這樣的一個經驗 理論上 理論上 虎年不要再重蹈虎側 不要再重蹈虎側 所以政府應該要 你樂觀嗎 政府都說要超前部署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去年有個新聞 郭台銘說要再買三千萬劑 那時候說不要 那時候是政府說不要 對 政府說 因為他說他已經買了一千萬 買夠了 一千萬的什麼 莫德納四世代 對對對 好 我們今年等著看 現在又要打第三季 還有什麼第四季的都出來了 那個四季福音戰士有沒有 那個所以現在我們到底疫苗的 會不會今年又要拜託郭董 你知道郭董那個農曆年 才會發財金 郭董發財金 大家搶著要 下面的留言 那時候就是大家都要他選總統 我們今年過完 接下來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四又要選總統了 那郭董會不會再出手 神救援 因為郭董他自然講了 那三千萬 感覺起來好像已經鋪好路了 對 這個味道 就感覺廠商 只要你政府願意 他就可以去接洽 所以可是當時 大家回去看一下 去年我們的政府是說不需要 說這個太多了 那今年如果疫情 我們真的不希望虎年 還是繼續的疫情 這樣持續下去 實在是 實在會讓我們變成病老虎 我們不要病奄奄的老虎 我們要一隻虎虎生風的 這個雄風的老鼠 老虎 那郭董自己也是屬老虎的 所以我們希望今年來到 郭董的本命年 大家健健康康平平安 不要再打疫苗 最好是疫情就結束了 我們連一劑疫苗都不需要 好 那高端呢 高端這事怎麼解 我看就是資源回收 就是 就像剛剛施政鋒老師說 如果你今天孝綺 他的孝綺最多就是到今年 所以他要送邦交國 也送不了 沒有人要啦 對啦 你還給人家製造困擾 如果你打了高端 可以到全世界各國 任你遨游 當然沒問題 但是那個也不用送出去 在臺灣就被搶光了 所以你看嘛 當時還有執政黨的立委 打了高端說沒辦法出國 說拜託那個高嘉瑜 他拜託這個這個陳時中 是不是要為了這樣的事情道歉一下 結果高嘉瑜被修理 如果不是後來高嘉瑜發生了 比較讓人意外的事情 他搞不好在執政黨內是很難做人的 所以我說這整件事情 只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牛年的執政黨不會犯錯 如果犯錯都是你人民的錯 我也不能夠理解 明明做得這麼不好 那疫情搞得烏煙瘴氣的 然後疫苗 我們也前面講到嘛 你知道大家差點都沒得打 可是感覺起來好像對他們無傷 一直覺得有傷 但事實上沒有 那尤其年底又要選舉了 現在感覺有點綠色執政 天下無敵 是不是 所以他疫情這一塊 他搞不好又怎麼樣 我們當然希望疫情不要怎麼樣 因為傷害的是老百姓 對於政治人物來說 其實你像這個三加十一 其實三扯 第一扯是立委 范雲去協調 對 這個當初 當初是我寫 把這個錄音檔 把它寫出來 讓大家知道說原來有立委去施壓 因為本來他還死不承認 對對對 然後後來那個錄音出來 他才知道就躲起來了 就躲起來了 那第二扯是衛福部的次長說破口在萬華 對 奇怪 三加十一怎麼破口會跑到萬華呢 三加十一是所謂的路徑的檢疫 萬華沒有機場 沒有港口 那怎麼怎麼個路徑會跑到萬華呢 就像剛剛施老師說 難道是一個黑洞 有病毒就從萬華生出來嗎 所以一定是有人感染的 才到了社區 好 這是第二扯 第三扯就是剛剛畫面有看到 陳時中部長說 我會負全責 然後說沒有沒有這個任何的會議紀錄 然後立法院要求表決要公開這個相關的決策過程 結果執政黨去否決 所以到底是誰在掩蓋這整個過程 那就是因為出事了 去年從五月中的到一直到七月底 這一段的三級警戒 真的是讓很多的老百姓 不想要再發生一次三級的警戒 我們真的都不希望看到疫情再一次的擴散 因為老實說 你八百多人的這個往生 其實已經很不幸了 但是呢 更重要的是對經濟的傷害 我去年好多朋友 他們尤其開餐飲店撐不住 真的不想要再看到 他們只要看到那個疫情 稍微有一點 比如說一月份 有這個十幾例的時候 擔任十幾例 他們全部都很緊張 升溫 就開始受不了 很怕又是禁止內用 對 餐飲業真的經不住 再一次 好不容易熬過來 所以我們在這邊過年要說好話 要說吉祥話 我們希望這個大家經濟 全部經濟往上起飛 疫情讓你當 當到底 就是不要再繼續發生了 我們疫情到此為止是最好的 那政府要記取去年三加十一的教訓 對 重點就在這邊 我要繼續問的 就是說在過年前的這一波 就是淘機的群聚事件 那也是這樣擴大 那擴大之後呢 這個指揮中心 也不是有到現場嗎 什麼護理臺灣隊進駐 然後就是 王必勝 對 王必勝 必勝客來了 然後結果就是挑出兩百多項的殊師 可是陳時中還一副說 這都是非常微小的殊師 我要說是這種態度 那當時很多人就說 已經疫情兩年多了 那你淘機 你淘機 很多的防疫作法 其實很不專業 那可是你還是一副粉飾太平的樣子 那你說這樣子 下次萬一又再有怎麼 你要破也是 也是剛好而已 其實我相信在第一線 你持續了兩年的一個防疫的過程 在第一線人員會疲勞 會疲勞 所以政府要提供的 要在這個指揮中心 要提供的是你的相關的資源 不只是錢 錢跟人力等等的資源 也有包括你要去支援 前線這樣的資源 你要讓第一線感受到 我不會一直防疫到疲勞 到疲倦 到我最後我就裝死 我就裝裝成 反正得過且過 沒事就沒事 感覺是這樣 這才是最危險的態度 因為我們疫情 除非 我們運氣可以一直都這麼好嗎 對 就是除非我們這個政府 已經決定 我們要跟病毒共存 如果我們還是這個清零的 這個政策沒有改變的話 我們必須要看到病毒除惡物禁 就是捂鬆打虎這種精神 我們就要把這個這個壞東西 壞的病毒 趕出我們的社區 這是我們現在的策略 那所以當今天政府沒有辦法去給 第一線人力資源的時候 第一線就會做這些 就是這邊沒關係啦 那個行李盤 我們就是稍微這個消毒一下 就沒事了啦 那個廁所 我們清潔就交給這個外包的 清潔 差不多就好了 對 如果大家都用這樣的心情態度 那就這個防疫一定會有破口 就不會完全沒有辦法像他們講什麼超前部署啦 什麼什麼什麼 最後往往最後回到就是校正回歸 然後你就看到病例數一個一個往上升喔